这里是高雄市的中华艺校 是一所南台湾唯一的艺术学校 主要课程以学习各种艺术为主 学校也会在每年举办春季与秋季的展演 为学生们搭起表演的舞台 今天特别来到秋季展演的活动 了解学生们的才艺表演 也看看能不能找到明日之心 很开心的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位 他将来很有机会走上伸展台 而且还多才多艺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来跟大家介绍了 他是舞蹈科三年级徐一生同学 今年参加第一届全国精英杯模特儿比赛 在三百多人当中 最后到陆选决选七人的其中一位 得到最佳七分一位的赞 一生在学校就是年轻能动 除了跳舞之外 他自己也喜欢唱歌 然后在舞台上的 学校去年有给他一个舞台去走秀表演 那他从这当中发觉 其实在走秀模特儿伸展这一排 他蛮有兴趣 那也谢谢学校给他这个舞台 这次的比赛 你可以讲一下你们参赛的一些经验吗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国特儿比赛 然后这次得奖我也觉得很惊讶 那你有做什么准备吗这一次 这次的准备其实没有很久 因为他报名的时间很短 那你觉得对你来讲难易度高不高 很高因为那边的人其实都蛮厉害的 你平常有在做准备吗 就是说你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平常其实有在做这样的准备 有就是偶尔在走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走路的方式会改变 那这次得奖你心里的感觉怎么样 很激动 我当下听到的时候 我真的很怀疑到底是不是错 将来有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吗 有 Model 你有多高 170公分 170公分 你从小就长那么高了吗 对从小就这么高 因为你是舞蹈科的学生 那你可以讲一下就是 学舞蹈不会影响到你的身高吗 学舞蹈其实不会 因为他其实拉筋的时候 就会帮你把你的肚子拉长 所以没有受影响 没有受影响 那可是学舞蹈的话 是不是对你的身形 做身形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因为有读舞蹈科 那所以说对于你们当一个model的话 其实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有 这样认为吗 好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挑战吗 听说你今天也有参加一些街头艺人的表演吗 你表演什么 我表演唱歌 唱歌啊 你还要有唱歌的才艺吗 有 等一下还有机会唱吗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好可惜啊 你可以稍微轻唱一下吗 进场 sets 鼓声 首先 发併了 的 ara 我太据十чик gute 安 ان 喜欢 あ 何必我多 你有何必哽咽 有何必狼狽 我剛剛聽說你還會表演武功喔 我們在學校裡面有舞蹈課 那在舞蹈課裡面有武功課 那在今天的舞台上面就是他們課程的一些展現 然後除了武功以外他還有跳國標 也是課程的成果展現 所以你今天有表演民主舞蹈 武功然後還有國標嗎 對 哇他這麼多才多藝啊 代表課上做開場走秀的部分 還有開場走秀啊 然後還有街頭藝人表演 哇真的是多才多藝啊 真的很棒喔 預祝你也恭喜你 是我太不成熟 他能給的比我多 你又何必哽咽 又何必狼狽